各位,在這裡準備和大家看兩篇文章 一中一世 然後我會說三個陷阱 為甚麼呢?因為這裡有一篇文章 就是作者是顏默 題目就是西方學者發明了一件事 叫做司馬遷陷阱 到底是甚麼?我給大家看看 他就說很可惜這個作者看不明白 司馬遷那本《史記》 作者說他偶然讀了一篇文章 來自一個埃及的學者 Nadia Hume 的文章 題目就是司馬遷陷阱 相對於修飾底德陷阱 覺得挺有意思 看了一看 我也拿了一篇原本文章 看一看 所以和大家一起看這篇文章 是來自Modern Democracy的網站 這個網站的地址是點EU 就是一個歐盟的網站 作者是一個女博士 司馬遷陷阱 這是司馬遷陷阱 對於修飾底德陷阱 這是修飾底德陷阱 甚麼是修飾底德陷阱 當世界強國阿爾開始慢慢有機會挑戰阿壹時 阿壹自然嘗試用各種方法壓制阿爾的上升 所以阿爾能否上升 就是被修飾禮德的陷阱壓住 而這裏提出另一個陷阱 中文譯了塔西陀陷阱 塔西陀陷阱 我找到原文寫在這裏 當一個政府失去他的信任時要小心 因為到時無論政府做甚麼都好 都會被人認為是在說謊 無論他講真話也好 講假話也好 做的事是好或是壞都被人當作做壞事 這就叫塔西陀陷阱 他自己這裏作了一個司馬遷陷阱出來 我用了中文譯出來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的中文 他這裏說的故事是甚麼 是一個兇奴帝國 兇奴帝國 兇奴和司馬遷有關 當然和中國有關 是漢詞的時候 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司馬遷陷阱 就是要長期推出 推出一個敵人出來 這個敵人在中國移民之中 覺得這是外在一個敵人 即是要製造一個敵人出來 目的是甚麼呢 目的就是 increase feeling 可以加強國民心 和推動他們圍繞中國領導人 去對國家和軍事力量加強 他認為這就是司馬遷陷阱 他這裏說 這是一個古老的理論 中國需要一個外在的敵人 永遠需要一個外在敵人 好可惜 他完全看錯了 司馬遷這段文字 待會我會跳過去 中文那邊和大家看這個故事 因為大家知道 老葉不是讀歷史的 其實這個問題 現在正正是美國在做 美國現在需要一個永久的敵人 原因是他們太過重視軍事力量 他們的軍事工業 這個複合體 現在其實操控著美國的政治 正在不停製造敵人 現在美國的敵人有兩個 一個就是中國 另一個就是俄羅斯 這裏他認為 在司馬遷的文章還沒讀到 當兇奴帝國弱的時候 漢潮就會強 當漢潮強的時候 那麼 兇奴帝國就要弱 相反來說 當兇奴帝國強的時候 漢潮就要弱 他讀到這樣的東西 很相信這位博士 雖然他研究中國的歷史 似乎認識不太深 所以這篇文章的作者才說 這個 埃及的學者 是看不明白史記 我們看看到底這段歷史是怎樣 回到這邊 這裏是司馬遷陷阱 他認為司馬遷在面對敵對力量的時候 因為理論是建立一個永久性的敵人 讓每個人都可以沮集在敵人的周圍 團結全國人民來消滅他 這是他的說法 但看來他就說 我讀史記看不到這件事 回到主要問題 到底在兇奴問題上 在司馬遷到底是主戰或主和 這件事是歷史的爭執 因為史記在很多方面 仍然承襲了春秋 春秋是孔子社那本 的微然大義傳統 微然大義 他對歷史事件 誤作非常大的評述 但在子女寒奸裏面 都說出是甚麼 或者我用一個簡單的示範 譬如我當年在學校 我作為一個寫的導師 如果正常在運動會裏面 我們會說 甚麼寫 甚麼同學 在甚麼項目上面 冠軍 這就是普通的說法 但如果你用微然大義的手法去講 就會變成甚麼 甚麼寫的甚麼同學 在甚麼項目上面 加一個字 又冠軍 加一個字 那你就給人了一個感覺 嘩 這個寫是經常冠軍 這就是微然大義 用一些小小的字 小小的字 把意思說出來 所以 看司馬遷 在漢詩士 應對兇奴問題 主戰主和 就要很小心看 那 在這方面 導致史記有很多解讀空間 很大 相對之下 我們也可以看 班固的漢書 或者司馬剛 的自治通鑑 就會對這件事 有比較明確的看法 在前者 即是班固的漢書 傾向主戰 而後者 即是司馬剛的自治通鑑 傾向主和 但這只是傾向而不敢斷言 一樣 因為中國的歷史 是非常難讀的原因 就是這樣 所以 不可以用一個簡單的 戰或者和的言論 要是戰要是和 我們其實要考慮更複雜的問題 亦都因為這樣 所以 對中國歷史有認識的人 對整個人世間處理問題 但是能力是比較豐富 因為中國歷史提供了非常多案例 給大家看 所以要真正說 我要看歷史本身 漢武帝和空羅開打的初期 他個人和漢民而言 是一場復仇之戰 以全力反擊的氣勢血洗 自漢高祖以來的四代屈辱 當空河將軍 即是漢朝去打兇奴的將軍 攻破了兇奴的空河水 不見兇奴一後 空河之戰 江輝的上半場 就畫下句號 中場休息 之後有下半場 下半場就慘了 一直到李港 李兵敗投降 從兇奴為止 前面打贏後面打輸 這就是事實 司馬遷怎麼寫呢 不和大家看的古文 直接讀白話的意思 大官們在對兇奴的問題上 都為謀自己的權勢 而給武帝 沒有弟子和武帝 片面的觀點 說穿了只是貧值中國地大人多和高昂的士氣 但缺乏對漢空兩方面無實的考慮 天子以此作為決策 所以見功不深 斧頭蛇尾 就像遙 我們很喜歡遙遙之類 雖然耳鳴 但如果沒有遙遙就不行 所以要成功幹大事 要用對仁奧 再強調一次 要用對仁奧 這裏就是 遺在責任 像賬上哉 遺在責任 像塞哉 講兩次 講最重要的是什麼 要用對仁奧 這就是第一點 在司馬遷總結說的 司馬遷沒有牽涉自己的立場 是戰力在和 但對長期指針的結果 總結方面 他就說出 你搞錯了 用錯人就搞完 所以如果要說司馬遷陷陷陷 應該是說用錯人就搞不好 現在我們看回美國那邊 我們知道 美國用人 一個是史里文 一個是布林肯 兩個都是用才 所以他陷入了真正 是斯馬遷陷陷陷阱 就是美國 他比較熟悉的例子 只是舉一個例子 浩市張湯 他說 兇奴被打到臨散時 二鄉漢朝求和時 武帝就找群臣共議 當時有一個博士迪先生 博士迪先生的名字那麼長 主張和親 論據是從高祖以來漢朝雖然屈辱 但錢能解決的都是小事 用貨財和和親來換取和平 不興兵 天下富貴 反觀皇上你抗孔戰爭 搞的是民窮才俊 因此不如和親 打贏了仗 但搞得自己已經皮乎不堪 打贏也沒有用 張湯在旁邊冷笑一句 如此如如無知 這個蠢的讀書人 真是無知 因此敵山文言 江鳥火 細嫂張湯惡 惡狀 反創者 是假的忠誠 武帝反應很有趣 這段歷史可以使得 大家看到實際的問題 他就說 他就說 如果我派你去搜一個棍 你可不可以擋得住兇盧 的銷殺 盧魯的掠 敵山就說 不可以 你搜一個圓 也不可以 收一個城 到這裏 敵山就心之不妙 連望就說 可以 於是 漢武帝派他去搜一個城堡 一個月之後 敵山的頭就被兇盧斬了 揚長而去 司馬遷在這個故事後補了一句 自此以後 群臣震懾 甚麼意思 即是說 漢武帝 你既然講和 但講和其中還有一種東西 我自己有力量 你自己沒有力量的話 和是沒有用的 有時候派他去搜一個城堡 結果 這個 人死了 其他 官員看到 知道 不行了 你再這樣搞 會死 群臣震懾 最好的辦法就是 砍了你 但我不用我砍 我找人砍你 找兇盧砍你 搞定 所以這個故事的主動 生動之處 在於 武帝 一連三問 質問 這些鴿派 在大敵當前 寶家 衛國 有多大作用呢 搜一個棍 搜一個圓也不行 搜一個城堡 都不行 武帝的言外之意 如果沒有實力 如何和敵人 講和 反而證明了 張湯的 無知如如 正撤合 武帝對 甲派的不滿 從中國歷史上 說得清清楚楚 司馬遷的所謂陷阱 應該就是 君主 分佈 群臣為樂 保證懸彈 如果上面不成功 每個人都已經嬰嬰 不是真心的話 一定玩完 在這種情況下 用對了人也沒用 在這裏可以看到 總結詞就是 參 比己 要明白敵我 和和戰 的務實條件 要知己知彼 深刻了解雙方現下的 處境來作為 決策的依據 戰不是不行 但要有補血空間才能打 和不是不行 一定要強化自己實力的時間 才能夠求和 如果你自己沒有力量 和了之後 你就會被人欺負 你打的話 自己不夠力量 亦都中間會打到自己 殘殺 結果對國家更加沒有用 不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和 或者戰 來看 所以 無論用哪個角度看 漢武帝時間的 漢空戰爭 慘性是實況 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而所得的 必須靠接下兩三代 優養生息 才能夠逐步兌現 現在回頭看來 若非 邵宣之志 前漢的壽命 恐怕就沒有那麼長 如果沒有民警之志 用不得 漢武帝的揮霍 亦都沒有 趙思之志 漢武帝 又有亡國之君 所以這場 漢空戰爭 靠的是前後 兩個大智勢才 得以功德圓滿 司馬遲 看不到後面那個 因為他早點死了 但是 他的總結 留下一個模糊的印象 但我們在 班固那裏可以看到 中國向來 不是一個好戰國家 在物質層面上 中國 是可以自給自足 尤其是當整個中國統一的話 不需要向外面 去掠奪 在史上層面的理由就是 兵者空氣也 我們一向認為 聖人不得以 而用之 非到 得不得以 我們不會用 因此我們和西方的野蠻傳統不同 但是 直到他們文明被野蠻人徹底超越之後 遭受 空前屈辱 回頭再看史記 深切明白 參比己的重要 一定要明白人家在哪裏 自己的弦點在哪裏 這篇文章我覺得很有趣 把兩篇文章拍攝一起看 可以看到中國現在的形勢 這順便說一說 埃及的作者也看到 習大大 亦都說過那句話 其實這是中國國策 不關習大大 就是 無論中國發展到什麼程度 中國永遠不稱霸 中國的國防 是一個 防禦性 中國希望 所有國家的人民 可以團結一致 來創造一個 人民 什麼 人民的 命運 人類命運共同體 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這個說話正正反映了 中國幾千年以來 的心態 亦是中國 一個 治國家的 基本理念 所以當你說到 陀西斯陷阱的時候 我們剛才說到 美國正正陷入 這樣的狀態 我們發覺美國現在 有政策 用不了出來 人民不肯做 好像 疫情 政府要求 人民戴口罩 到處都是抗議聲浪 那麼 結果就選一個 根本不是解決的辦法 說打疫苗可以搞定 但是 第一 打了疫苗 一樣會傳播 所以這是假象 第二 他們打疫苗 不合作 一樣好少人打 這個就是去到 這個 Tecasus 政府失去了威信之後 無論做什麼 人民都不支持 亦因為這樣 我現在 強烈要求香港 換特首 因為 在現在 特首領導之下的香港 政府已經失去了威望 沒有辦法提出一個政策 人民 即香港市民 是可以跟 人民對他沒有了信心 你說你真心做得好 或者你是 有心做壞事好 人民不信 現在這個情況 香港是如此 而在西方 很多國家 都是如此 現在這個就是 中西 政治 一個最大的分別 這次都會有 都會有 有心 有心 感谢观看